怎样看破 要放下 你再看破 然后看破 帮助你再放下 放下帮助你再看破 就是这四个字 从初发心到如来地 八万四千发门 无量发门 都离不开这个原则 离开这个原则就不能拼就 所以这个是修行的总纲理 总原则 摄放三世 一切祝福修行正果 就是这么成就 看破是真学问 放下是真功夫 所以 只要你放下一切的悟念 不善的念头 不善的言语 不善的行为 灾难就没有了 大臣经里面佛说的好啊 水灾 你看现在 报纸上常常报道 南北极的冰 在加速度的融化 这是大灾难的 联合国在前几年 发布了一个 讯息 说两千一本 也就是说 现在是 今年是两千 零六了 再过几天就零七了 那就换句话 还有九十三年 九十三年之后 这个地球上 再也看不到冰了 冰这个名词 就变成历史上的名词 冰没有了 冰没有了 注意知道 这问题很严重 海水上升 要上升七十米 预算的时候 水要上升七十米 全世界 靠海岸的都市 统统被淹了 这个是大灾难 为什么会有这个灾难呢 佛说的 贪心 贪心 所感到的是水灾 成会 感到的是火灾 浴痴 所感到的是风灾 心里头不平 不平所感到的是地震 这是佛讲的 您这个是傅 我们现在来一次 感谢观看